我們這裡補充一下 如果萬一你真的拍的時候 影片有比較暗一點點的話 其實它也比較修補跟加強 你點到它 這裡有沒有一個叫調整光線 有沒有 或者是什麼穩定器啊 如果你真的晃得比較嚴重的話 可以稍微 應該不能說嚴重 輕微的晃動 可以稍微修整一下 但是真的太嚴重就比較沒辦法 就是你看什麼調整光線把它勾起來 那我們 欸這裡我就先 我先不要那個好了 先不要 其實也還好啦 你看我們看這裡 這個 我把它增加多一點 有沒有越來越亮 對不對 往這邊一點 有沒有按一點 這樣可以了解啦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用燈光 燈光可是還是一樣可以 其實我也蠻不鼓勵就會用那個 手機的那個LED的燈在那邊照人家 手電筒不能照人家眼睛嗎 你幹嘛拿那個手電筒一直照人家眼睛 對不對 因為那個藍光 就是我們一般那個白光這樣看 LED的光是不舒服的 所以一般如果你真正看人家 在外面做錄影的 他們是用黃色的光 因為這樣皮膚會比較黃 你用那個光去拍 用一般的那個光拍人 會變得比較白 所以效果感的差 這個是給各位看一下 那相對的就是如果要調色彩 這邊也可以調 不過原則上 原則上就是 影片有拍好 後續的處理就相對簡單 這樣就簡單 這是跟各位稍微補充一下的 好 那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同學有問到一個問題 我把它跑到前面來 好 比如說在這邊 那你想要加字 就要找什麼 字幕了 就是這個 文字有沒有 文字工法 那麼它裡面呢 有一些是它已經有內定的這些樣式 內定的這些樣式 你可以直接拿來用 它每個呢 在字幕裡面 請問可貴做動畫 當然可以喔 你點到它 你們右手邊就有些動畫效果給你看 好 那如果你不是要做動畫 或可能只是單純的文字 你就要預設就好 好 我就從這邊把它丟下來 那丟的時候要丟到哪裡 你看在這裡 有沒有一個T 有看到了齁 T這一個就是拿來做字幕用的 包括標題啦 字幕啦 所以我們把它往後退 比如說 有沒有發現那個 軌道越來越多 軌道越來越多 好 假設呢 這個 那你要編輯它 你就點兩下 登登 好 這樣就進入到所謂的 文字設計師的這個模組裡面 那 文字的 顏色啦 大小啦 字型 這一點都不一樣 Office你用到外用了對不對 所以都跟它一樣喔 不過呢你稍微注意一下 原則上你可以很明顯發現 請問新細明適不適合用在眼線上 跟簡報道理一樣 因為細明體真的有點太細了 所以一般來講我會找比較粗一點點的 比較粗一點點的 但是這裡面就沒什麼好處的對不對 所以呢你只能找兩個 一個叫誰 微軟正黑底 喔 有沒有一個微軟正黑底 另外還有一個 Windows2000開始就有的 叫新黑 但是你可能在這邊 你們沒有注意到 它是S開頭的 S開頭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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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了 輕鬆 看到了 在這裡 請問拼一下嗎 新黑嘛齁 沒錯嘛齁 它只是用英文 這是Windows2000就有了 微軟 在微軟正黑底出來之前 事實上就有它了 只是那 因為這個字體是大陸做的 所以那時候兩岸關係不好 所以不能明目張來放進來 事實上有 所以其實如果萬一你真的沒有黑底 你看 用下去有沒有發現也是變黑底 對不對 那顏色當然一般其實我們 大部分是 假設你拿來當字幕的 以白色啦 黑色應該是許多啦 白色 黑色 但是 要建議各位一件事情 如果你拿來當字幕 只用單一顏色 通常有時候會有問題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你要當字幕 最好把它的外框打開 外框有沒有 這個 你可以用黑色的 或者黑色的字幕搭白色的 外框 這是最常見的 最常見的 那因為呢 這樣子不管我的背景怎麼變 我是都有一個框 可以框出那個範圍 我的字就會比較清楚 這樣了解吧 就會比較清楚 這個是 就是 你可以看一下 另外有一種 就是說你如果不想搭外框 也可以 搭配一條那個 就是一個 矩形的框 在下面 一個色塊 好色塊 色塊在下面也是OK的 這樣 基本的 這個有沒有問題 沒有齁 你看它的字幕本身 除了可以加文字 還可以加什麼 還可以加這個 圖片 這裡有一個 叫做 炫麗 就是 來 給你看一下好了 如果你是加這個的話 好 點了它這個 按確定 那我們往後退 有沒有就掉下來 哈哈 不過平常我不會特別加這個 好 就是說 如果你有需要的 你就再用 那你往下看 它每個 很好玩就是它每個模組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 這裡我們剛剛加了兩個 三個 有沒有 那如果萬一你不小心不要了 你就點到它 按規定盒就好了 有沒有 就不見了 好 那 圖片也是一樣 你可以從這邊再加一些你想要的圖片進來 那一般來講 如果你要 抱歉好的 趕快超過一點點時間 如果說你想要怎麼樣 放到這裡來的 是不是要 因為好像做指摸的話 你是要找那種具備好的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比如說 假設我們在這一段的話 這一段我把它稍微放大一點 假設我們在這個現場 我們就把它模擬成好像什麼 好像我們的教室環境一樣 找個獎桌 來試看看吧 我們到這個圖片 獎牌 找一個獎牌 找一個獎牌 來一放 哪一種獎牌 找這個好了 萬一你找了這個 它的照片是沒有去備的 還是你要比較高檔一點 哪一種 就是萬一如果這張照片是沒有去備好的 你記得我們上次有 各位講過找PNG跟SVG嗎 就是如果你空一個PNG或者SVG 有沒有比較容易找到已經去備好的 對不對 那萬一就是你沒有找到的話怎麼辦 也沒關係 假設它背景像這樣很單純的 你看我把它列存起來 我把它放到桌面上 好 我一樣可以把它拿到我們的這個 威力導演裡面來 我回到這個 這個工坊裡面 有沒有 這個媒體工坊 好 剛剛那一張照片把它叫進來 對不對 雖然它是JPG的 好 一樣呢 我就是當作是一個什麼 複疊的素材來用 好 打開它 修改 一樣色度去備 告訴它 用白色的 對不對 剛剛那樣很 很怕 也沒有我們的講錯就去備好的 對不對 所以雖然說它 主要是拿來做影片的 拿來處理圖片可不可以 也可以 然後呢 就看一下 就擺好了 然後我們的人 等一下就擺到正確的位置上就好 不過這個講錯太小 講台太小了 來 點到這個 我們這一層 我們就拉高一點點了 假設這樣 那其實這個講台 你就可以 稍微把它 做適度的調整 因為這樣太大了 這樣有點感覺了嗎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去做安排 對不對 那後面你也可以做其他的 所以為什麼電視上那些 虛擬攝影師要做這些東西 因為讓你看起來比較豐富一點嗎 我們看氣象報告也好啊 做這個新聞的播報 有沒有發現後面都有一些東西 對不對 因為它現場就跟你剛剛 我們拍攝錄影物一樣 非常 無聊 所以為了讓你視覺豐富一點 所以它必須要加上 只是它是用即時的幫你做進去 這樣有沒有比較感覺了 那後續的話就沒有什麼問題 怎麼輸出啊 這應該就最了解了嘛 對不對 那最後呢 如果你威力導演檔案做好 你當然需要把它儲存一下 變成它的這個專案檔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沒有了齁 所以 如果萬一你今天 你做的檔案要拿到別台電腦編集 你順便補充一下 這裡有一個叫輸出專案資料 有沒有 因為如果你只有專案檔 你看我把它存起來 它那專案檔的名稱叫做什麼 我先弄一個 給你看一下 它叫做這個 這個 這種 可是你看它檔案多大 我們剛剛的檔案有沒有可能只有 PDS只有400多K 不可能對不對 代表一件事情 它的 包括那些影片 包括圖片 是用連結的 所以 如果你只拿這個檔案 拿給別人 請問它會不會看到結果 不會 這個時候要麻煩你用 打包的 保護方塊 整個帶走 整個帶走 所以有時候 就是說萬一要換電腦編集的時候 麻煩你用這個方法 檔案裡面有沒有叫做輸出專案資料 它會把你有用到的這些內容 通通幫你放在一個資料夾裡面 收集在一個資料夾 那你再把這個資料夾 蓋到別的電腦去打開 這樣加解了 所以這個是 你要稍微留意一下的 好 那我們今天可能就 只能到這邊 有一些 比較詳盡的功能 如果還沒有講的 就讓各位稍微回去試看看 OK 這樣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齁 那如果說你後續在使用 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你到我們那個 玩弄上面 你可以留言 好可以留言齁 或者是 我的部落本上 你可以看一看 OK 那就謝謝大家囉 謝謝